哈囉 大家好 我是十六 我們今天來講一下沖繩環島的全部花費 因為我這次去沖繩 前面有帶過爸媽去 然後也有自己去 然後這次呢 因為有一些比較南部的地方 或是比較北部 我都沒有去過 然後我就想說 把一些島啊 就是可以開車到的島 然後跟一些景點把它採一下 然後從南部 然後環到北部 環一圈下來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把花費的部分分成五大類 有機票 然後住宿 跟伙食費 跟交通還有娛樂票券這一些 那我先來講一下機票 沖繩的機票呢 便宜的時候可以很便宜 貴的時候很貴 雖然離我們台北 飛一個小時就到了 高雄飛沖繩 我聽說有三千多塊就買得到 然後我之前也有買過 聯航的部分大概是六千 六千塊上下是比較合理的價格 我後來曾經買過最便宜的機票是 中華航空 華航的部分 買六千塊 然後是做上層 就是 應該是算商務場 六千塊 淡季的時候就買得到 所以你們如果 想要那個時間去 可以查查看 那我這次是過年前去 價格的部分比較貴一點 華航的機票兩個人來回是 一萬九千五百三十六 經濟差 然後行李三十公斤 就這樣 然後住宿的部分 因為我這次去是九天八夜 所以 換了三個住宿的地方 以環島來講是合理的 因為剛好就北中南嘛 你就可以各住一個地方 那我前兩個晚上是住 水之都飯店 我覺得 因為我在日本其實 沒有很喜歡住飯店 然後我覺得他這次的那個早餐 讓我實在是覺得很驚靈 因為 連我在台灣的飯店 我都覺得 他的早餐就很棒 因為他的水果超多的 然後 擦蜜瓜 就這樣整塊整塊 可以吃到飽 然後還有芒果 然後他芒果不是外套 就是真正的芒果 然後他還有蟹餃 就是螃蟹蟹餃連結 然後還有魚卵 魚子醬 然後飲料還有紅酒 我覺得超酷 韓早餐 花費是台幣7745 水之都的飯店 他的房間算蠻小的 但是早餐非常好吃 也很多樣化也很新鮮 我覺得他的早餐 是我很推薦的 然後再來是中部的 Airbnb 我住了三個晚上 然後他是整層的住家 我一樣有拍影片 花費是8177 沒有早餐 然後有免費的停車位 剛好就在你住家的外面 一樓 可是那一間房間我 那個房間我沒有很推薦 因為裡面蠻潮濕的 然後再加上 房間的床很小 就是兩個人很緊 這還蠻舒服的啊 對啊還可 睡覺醒來不知道 不知道 我覺得床這種東西 真的是躺幾秒鐘 不會有感覺 你一定要 睡一晚 對睡一晚上兩個晚上才有感覺 就是你稍微翻身一下 就會撞到對方 所以我不是很推薦你 最後一間民宿也是住三個晚上 也是Airbnb 他廚房就是用這種木頭的 很美 然後 外面 就是麵 花費是 8806台幣 他是整棟的 麵海 他比較靠近 嗯 放地圖給大家看好了 他是 一二樓 然後海景嘛 所以他是樓下是房間 樓上是客廳跟廚房 然後整個 設施的設備 我覺得都算非常齊全 裡面可以住8個人 有洗衣機 紅衣機 那些都有 大家可以看一遍 接下來的話 是 食費的部分 食費的部分 我總共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大概吃了什麼東西 我吃了 串角燒肉 我比較意外的是 他的牛舌 半天還蠻多的欸 你看 有 一二三 大概快8片 我先來吃一塊 沒有很嫩 牛腰 好是946塊 兩個人喔 就是 我現在把我大概可能吃 比較貴的東西 我把它列出來 然後再來是 國際紅煙蔥卷架咖啡 462塊 超豬超好吃的 很酥 然後它那個面子很軟 然後我去了3A白貨 豬排飯 吃了795塊 還有奧武島炸蝦啊 跟完吉食堂啊 中本鮮魚天賦羅店 然後這邊超級多人 全部都是外帶 所以車子只能 剛剛那個客人就是跟我說 這是雷 然後我想要來吃吃看 吃完的心得就是 還有我去美國村早午餐 吃了 759 它這樣子 我們剛剛這樣一個套餐 大概是 1500多 三四百塊 然後 我們是點蝦子的三明治 然後還有給沙拉跟一個湯 還蠻大的 還有麥當勞早餐啊 還有球屋的蝦料 1456 那是我在沖繩吃最貴的一餐 我特別講一下它好了 它裡面有吃炸蝦 然後活蝦 然後烤蝦那些 還有蝦凍飯什麼什麼的 然後它是蠻新鮮的 但是我覺得CP值沒有那麼高 因為沒有 就是少少的東西 可是要很貴 但是 是不錯吃的啦 但是就是蝦的東西 你生的如果不敢碰 那你就不要點那個 然後後來我們又去明戶取餐廳 吃了720 還有回國際通通吃了一蘭拉麵 708 然後跟賴長島 我們終於吃到幸福鬆餅了 嗯 蠦子好吃欸 蠦子很香 然後它又不會很甜 它其實整體搭配起來都不會很甜 可是它裡面要低小 本來想說兩個人就吃一份就好 就它要低小 所以每個人都要點一份 我們兩個人吃了717塊 然後後續有大概一萬一千塊 都是在超市啊便利商店啊 還有其他可能一些小吃之類的 所以總total是花了 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二 那伙食費的部分我覺得 應該要控管一下 因為我覺得出國很常會亂買亂吃 然後亂花 然後比如說可能幾百塊幾百塊這樣花下去 欸漸漸的就默默的就已經累積到這麼多錢了 所以以沖繩的花費 伙食費來講我覺得 我這次吃的算蠻高的 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交通 交通的部分分成 因為我這次有做單軌 然後跟OTS的租車 單軌的車票是616塊 其實是可以更便宜 因為可以買一日捲 那剛去的第一個晚上 忘記買一日捲 所以其實基本上應該是要更便宜一點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OTS租車嘛 我們總共租了7天 然後加豪華安心鮮 總共是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二 那加油的部分 總共7天下來只加了一次 就是最後還車的時候 加了一千四百七十六 所以算蠻省的 因為有電車其實 真的不太需要一直加油 然後最後是娛樂票券的部分 我們第一天的行程 就是去go kart 體驗那個開車子的部分 兩個人一個小時的體驗是2946 它也有兩個小時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 然後我們去了生命之秋 門票兩個人是504塊 然後再來我們體驗了裡面的獨木舟 然後再來我們體驗了裡面的獨木舟 還蠻舒服的 這天氣還蠻舒服的耶 就一樣是在生命之秋裡面 然後30分鐘兩個人生 八把四 我不建議去那裡滑獨木舟 因為我覺得蠻無聊的 就是比那個就是 因為沖繩其實滑獨木舟的地方非常多 然後我之前也有去過別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在裡面的話 就是真的沒有什麼景色可以看 就蠻無聊 也沒有什麼人在花 所以我不推薦 然後在生命之秋裡面有 胃羊就是買飼料 花了56塊 然後有一個我蠻推薦的就是 我們去了製糧草莓園 來這邊採40分鐘 無限吃 他是一個人1500日幣 本來是1300有漲價 然後這邊的話要預約 所以到時候我資訊會放上去 你們就看這邊 那邊是一個採草莓的地方 他是放體就是吃到飽 他是40分鐘 然後你可以在裡面隨便摘 然後隨便吃 就40分鐘一結束 你看吃多少 可以吃多少是吃多少 然後我們兩個人是花了台幣840塊 他就是1500日幣一個人 那邊的草莓真的超級大 超級好吃 隨便摘都隨便好吃 而且每一顆品質幾乎都一樣 就是你吃起來不會說 這個酸那個甜 不會這樣子 所以超推薦 然後再來是 我們有去看櫻花 因為沖繩是最早開櫻花的城市 在1月底2月初的時候 就是他們的櫻花季 然後我們去金龜仁城的部分 就是去看櫻花 然後那邊的門票兩個人是224塊 然後我們還有去元氣村餵食體驗 那邊可以餵食烏龜啊 然後你也可以摸烏龜爆烏龜 然後也可以餵海龜 就是餵它的高麗菜 然後也可以餵食海豚 我覺得比較適合像 比較適合小朋友去啦 然後那天我一個人 那是我一個人體驗 體驗的話就是台幣907 就是有一點小鬼 如果爸媽帶小孩去的話 我覺得小孩體驗就好 爸媽可以不用體驗 爸媽就在旁邊拍照就可以 就大概是這樣 娛樂的票券總total的部分 花了6317 然後我們總計的部分 就是機票住宿啊跟 交通啊娛樂食費加起來 總共花了兩個人 花了83217 以九天的價格來講 我覺得還可以再更便宜 就是火食費的部分 可以再更便宜 然後娛樂的部分的話可以再自己刪減 像因為沖水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它的水上活動 你可以去潛水啊 生潛啊浮潛啊 或是它有唾液傘啊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 不是那麼刺激的 比如說像是海底漫步啊 等等 就是看你喜歡什麼 因人而異 然後你再去定 那那邊那個 潛水的水上活動 就是大概從一千多塊到 四五千塊都有 所以看你想要體驗什麼 再去查 保票券都很多 這樣 那我也有寫文章 跟拍影片 然後如果你們想要看一些細節的話 你們可以去看影片跟文章 就大概是這樣囉 那 提供給你們想要去的人 一些參考 就大概知道說 那邊花費物價大概是多少 你們可以有一個概念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 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按讚加分享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就這樣囉 掰掰